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们来做麻辣姜鱼仔 从超市买的枕包冷藏保存的姜鱼仔 鱼经过了盐盐处理 做之前需要用水浸泡10分钟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去掉鱼身上多余的盐分 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才会更好 洗干净的酱鱼仔 沥干水分 倒入碗中 倒入适量植物油 用手抓拌均匀 倒入烤盘上平铺摊开 用烤箱代替油炸 不仅能减少油的用量 更能保持鱼身的完整 口感上也会更酥脆有嚼劲 给酱鱼仔提鲜蒸味 只需要用到三样食材 生姜 大蒜 和小米辣 怕辣的朋友们可以换成一般的红椒 或者干辣椒 辣椒切碎 将切成姜末 大蒜这里用到了一球半 用搅拌机打成蒜末 所需要的食材就准备好了 锅里倒入比平时多一点的植物油 加入姜末翻炒出香味 倒入辣椒爆香 一勺花椒粉提香 再倒入蒜末爆炒出香味 因为姜鱼仔本身已经有盐味了 这里只需要放入调料所需要的盐的用量即可 调料入味之后 倒入姜鱼仔翻拌均匀 让调料充分地包裹住每一条小鱼 锅里的姜鱼仔已经是熟的状态 这时候的翻炒主要是为了让它跟调料充分混合入味 并不是为了炒熟 所以翻炒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这时候的姜鱼仔已经从刚出烤箱的酥脆 变成了有嚼劲的口感 被调料的油浸泡之后 会越放口感越好 味道越香浓 肉质越软而又有嚼劲 吃的时候装上一小碗 不管搭配白粥或者单做虾韭菜 慢吃慢嚼都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试镜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Time 啊 我们下期再见 原砸 我们下期再见 陆